LV購物分享 Let's try to LV購物分享 其實這條影片拖了很久 我終於拍了 這個系列是他們的大LV Logo 還有是我最愛的顏色 你們一會兒就會看到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先說一說 我開了風扇對著我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頭髮飛一飛走 因為實在太熱了 而且我也帶了咪高峰 所以應該收音應該OK的 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小小的一盒講起 這一盒 而且這個盒太小了 所以你看到這樣凸出來 因為我不想這樣收起來 壓軟了包包 所以現在這樣放 然後就是這一盒 其實已經拆了絲帶 已經用了 如果沒有追蹤我的Instagram的朋友 快點追蹤 因為很多時候 我新買了的包包 很多時候我都先放在Instagram 因為始終放上的功夫 比起拍片少很多 拍片會花時長一點 有這個布袋入住 就是這個透明的包包 超級漂亮 現在看到白色是因為 它有膠在裡面 我先拆了出來 但其實這個就是他們的PVC透明 這個是超級超級可愛 而且挺熱門的 而且這個系列 很多東西都是挺熱門 挺快買完 要preorder 很多都現在沒得買 拆了出來 看到是透明的 已經用了 已經放在Instagram 用了好幾次 然後來近鏡 先看看 是一個紅色 搭這個粉紅色 再加一些白色LV的Monogram 而且它有這個小小的Tag 它的氣是金氣 很多時候LV都是用金色拉鍊 而且這個帶比較短一點 也可以拆出來的 因為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扣扣 而且這裡不是打裂 不是一個扣 是穿的 可以拆出來 可能就這樣拿著這個 但我通常都喜歡有條帶 會很差 這個滑滑的 好像絲絨的質地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淺粉紅色 很可愛 這個包包超夏日 這幾年都很流行透明的包包 這個設計得非常好 不會太膠 它也有一些canvas在旁邊 很可愛很女仔的包包 也是這個小小的 這個可以收起來 其實已經用了 就是這個 這樣 顏色是搭這個紅色 以及淺粉紅色 所有系列都是這樣 我很喜歡很喜歡這個配搭 因為我非常喜歡粉紅色 以及紅色都喜歡 這邊也可以看到 大大的OV logo在這裡 而後面就是這個 小小的 可以兩邊這樣用 所以可以看你的Outfit那天是什麼 可以配搭 它的鍊子也是金色的鍊子 中間也有一格 可能可以放電話 那些 但如果放電話 也要小心一點 要看一下 定時要看一下 然後一開拉鍊 就是 有些cut的位置 可以放到 1 2 3 可以放到3張cut 而且這個位置是大一點的 也是滑滑的 類似絲涌sway的質地 裡面 對 而另一邊 也好像一樣 原來不是 我也以為是有cut的位置 原來另一邊沒有cut 有那個位置 就是這樣 對 一格 總共這個包包有三格 兩格有拉鍊 而中間那格沒有拉鍊 它的鍊沒有調長度 不想帶那麼大 這個包包的時候 這個也很實用 其實也放到很多東西 不要看它那麼小 因為它可以放到 比起一個Chanel wallet on chain 放到很多東西 也用了好幾次 下一盒 就是這個方形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系列 我已經摸到什麼了 這個塵袋 比起它的實物大很多 又是這個透明包包 這個也是同一個系列 但是另一個顏色 配這個綠色 以及這個類似卡奇 其實偏綠的顏色 啡綠色 透明的包包真的太吸引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PVC包的東西 包包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買了這個 這個也很搶手的透明包包 跟剛才那個也是一樣 裡面什麼都沒有 一格都沒有 也是一個滑滑的質地 只是顏色不同 也是配這個小小的Tag 黑白配 然後也是那個帶 一模一樣的 好可愛 這個 而且這個感覺的襯衣 不算太難襯 因為始終它的 怎麼說 它的透明位置 好像一看下去比較多 因為綠色的顏色 其實真的比較難襯 但這個可以 可能我先說這個包包 我正在用這個 因為差不多大小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就是這個 Speedy 這個應該說Speedy Bandolier的包包 因為這個有條帶 這個應該是30 沒記錯 是他們的中尺 最小好像是25 通常出這些 這麼特別的collection 的時候 只會出到30 前面就是這個 紅色 大紅色 而後面這裡 就是一個淺粉紅色 這個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比起來 就是 旁邊很夏天 是一個橙色 配搭得很漂亮 而另一邊 是一個黃色 再配一個紫色 非常漂亮 再加上這個白色黑白 而且裡面有很多東西 比較重 手有點累 戴大袋的時候 塞了很多東西 而且一用開一個大袋 就不想再轉 因為你也知道 一換袋的時候 就要看有什麼 其實不需要帶出去 就要這樣去 所以我也比較懶一點 裡面我不開給你看 因為真的很暖 但它有一個這樣的 我先拿出來 因為裡面真的很多東西 就是一個這樣的暗格 我現在拿了揭起來 就是這樣有拉鍊 然後裡面的質地 就是一個 一個是Canvas的質地 容易會髒 因為它是淺粉紅色 所以也要小心一點 很方便 這個我很多時候 都是背單薄的 有時候可能抽個手柄 但是背單薄多一點 再拍一個近鏡 而且它也有出到這個邊的 好像橙色都 橙色好像沒什麼人 好像這個 好像是 它有出另一個 同一個系列 一邊是這個顏色 而另一邊好像是這個橙色 可能擺放照片 如果我找到的話 那個顏色配搭 都一般 其實我不是太好紫色的 我也是比較喜歡紅色和粉紅色 多一點 但也OK 那個 如果喜歡紫色的朋友 都可以看看那個 好了 這個就是我現在用的包包 到下一個 就是這一盒 這個 我也記得是什麼 就是用這個布袋 也是一樣 哇 就是這個腰包 其實我記得我上一個購物 也有買到他們 Monogram的腰包 然後一直這樣 用了之後 發現其實腰包也很方便 因為其實腰包 你不一定要當是腰包 其實你可以這樣側握什麼 都可以 而且它的容量非常大 因為我用了他們Monogram 這個其實我也用過 然後裝了很多東西 不夠這個Speedy 前面就是這樣 而後面也是拼他們這個 淺粉紅色 它的帶子是白色 所以要小心一點 然後它有這個 handle 可以抽起 但很少用這個 然後它後面有一個暗格 這個暗格我也很少用 還可能會裝一下電話 如果有時候不太想 手拿著電話 然後它的 就是拉線在這裡 對了 就是沒有暗格的裡面 就是一大格 而且它那個暗格 是不通進去的 暗格是另一邊 然後也是會髒的質地 就是Canvas的質地 類似一般的感覺 我覺得是一般的布 那個 而忘記說 這裡也有這個 扣 可能可以扣一下鑰匙 扣那些 非常好用 這個也 裝到很多東西 但又不會太多東西 太重 那些 但也是那句 白色帶子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是真的全白 而且感覺是一個皮 所以也怕難打你 所以如果用這個包包的時候 可能穿一些 現在的白色就會好一點 下一盒 這個很大 這個必買的 這個是一個經典款式 LV 猜不猜到大家 是這麼扁的 如果買LV的朋友應該也猜到 就是這麼大的 就是誰呢 就是他們的 Never Full 他們最經典款式的包包 就是 就是他們的中尺寸 然後他們有一個再小一點的尺寸 但是也是那句 他們通常這些collection 通常會出他們的中尺寸 然後這個也是前面 或者你可以當後面 看看你邊邊這樣用 也是大紅色的 而後面就是這個 哇 這個淺粉紅色 超級超級漂亮 而他的肩帶也是這個黑白配的 而他的底部就是這個 橙色 超級夏日 這個 全補一些很女性的顏色 非常喜歡這個 這個 這個我暫時用了一次 因為可能我會嘗試用多一點 因為我一用Speedy 它有一條拉鍊 所以感覺很像Security 這個有這樣扣 可能我會用多一點這個 然後他裡面配一個 其實已經配了很久 很多年 他也是很久之前 不配這個小小的pouch 有一個勾 讓我給你看看 就是這樣有一個勾 然後可以拆出來 然後 可以這樣拿出去 而且這個帶 再可以拆出來 所以只是這個pouch 我現在就不拆了 因為我其實很少 真的這樣手抽 這個pouch 這樣出街 很少 就是這個黑白 這個neverfull 其實挺抵用的 一個價錢 有兩款包包 這樣用 而裡面也是這個 淺粉紅色的設計 再有暗格在這裡 它有他們的booklet 在裡面 也比較扁身 不是裝得太多東西 而這個包包的裡面 就是這樣的 它有一個暗格在裡面 有一個拉鍊暗格 就是這裡有一塊 不知道這款包包的朋友 是旁邊這裡可以索的 可以索得很緊 可以變得很小 可以變得很方形 讓我嘗試一下 給你們看看 大約我很少用這個方式 用得很小 看到嗎 好像方方的那些 看看你怎麼用 這個 這款也非常經典 到最後一個包包 這個很大盒 但這個還沒完 因為我也有買到鞋子 還有一件衣服 所以會 改完這個包包之後 繼續說下去 超級大盒 這個 這個款式的包包 我之前完全沒擁有過 而且很少買這麼大的 除了Chanel的Deauville套外 我也很少買這麼大的包包 看看 超大 放下盒子也很重 猜不猜到呢 大家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 這個顏色配搭 所以買了這個 雖然這個款式很少用 好了我已經在慢慢開 其實我只用了一次 這個 因為實在太大 就是這個 好像上班 即是OL 上班去中環 就是這樣的方形 然後也是那個顏色配搭 旁邊也是這個黃 再配紫色 而這邊是橙色 再配淺粉紅色 底部也是這兩個 淺粉紅和紅色 裡面是這樣的 很大格 它有一個暗格 其實有兩... 喂 一二 有三格 一個是有拉鍊的 有兩格是比較小的 這個可以上薄的 帶子全部都插不到 是連著包包的 可以這樣背 這個就會放出來 可能有些東西太重的時候 可以這樣背 或者如果想好像OL的感覺 就可以用這個handle 我只用過一次 因為其實我真的 很少用這麼大的 實在太大 因為我本身的格子比較小 這個比較方一點 比較啞 扔一點 這個是很整體 這個 比較平身一點 所以看一次 多一點機會會用 希望這個 它也有一個勾 平時LV那個 可以扣起來 沒有拉鍊去拉 這個 但是這個款式的包包 其實很多人喜歡 我也知道 可能比較高一點的女生 可能會比較喜歡 或者 可能要裝很多東西的朋友 都會喜歡這一款 衣服 而且我感覺到 好像吹到我的頭很亂 這個就是他們的 塵 不是 防塵衣袋 其實我已經拿去乾洗 那件衣服 因為我已經穿了 那件衣服 然後就是這裡 就是這件 紅色的 而且這件衣服 不是這個系列 但是 是這一個 我其實有他們的 淺粉紅色那件 我覺得很喜歡淺粉紅色那件 所以買了這件紅色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它的漿 也是紅色的 所以比較低調一點的 Louis Vuitton 上面真的寫著Louis Vuitton 而且它 也比較普通一點 一件T-shirt 那些 也很舒服的 而且我也比較 喜歡一些 長青款的衣服 因為始終衣服比較貴 其實我建議 如果真的買luxury的產品 可能花在一些包包 其實會比較好一點 第一會是包包 其實鞋子也不是一個 很花錢的 但是有時候也想配合一套 這個就是一個 很普通的T-shirt 是一個加細碼 對了 是一個加細碼 而且也建議 這些那麼貴的衣服 拿去乾洗 而且如果你不是出那麼多汗 其實也可以穿好幾次 不需要穿一次就拿去洗 這個Hallet最後一件的產品 就是 這一箱的波鞋 已經穿了 所以已經不在一盒裡面 也是那個系列 一個淺粉紅色 再拼這個紅色 超級漂亮 很喜歡LV的波鞋 超級好穿和舒服 完全不刮腳 然後我先拿一隻 因為比較重一點 而且有些髒也出了街 已經 然後它有一個大大的LV 在中間這一書 然後白色鞋帶 這個前面就是紅色的 而且它也有一個章 寫著LV 這樣 而後面 也是寫著LV 再加上他們的 icons 在旁邊這裡 這個款式的鞋 也比較出名 買的尺寸是35號半 如果買比較貴的鞋 朋友也建議 進去中門店試一試 因為我發現LV的鞋 比較大一點 比起我平時的馬 我平時開36 LV通常會偏大的 而Chanel很多時候都是適合買的 所以每一個牌子都不同 非常喜歡這一雙鞋 超級超級漂亮 而它的底部就是這樣 有點髒 好了這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我也想知道 你喜歡哪一款包包 以及喜不喜歡的衣服和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紅書 好 再見